大家好,我是剧团先生的翠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关于一位女间谍的故事 心甘情愿 但本片跟我们印象中的女间谍的电影不太一样 别人家的女间谍都是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 可谓百里挑一 而我们的女主角萨玛特的间谍工作 则是从老爸那里世袭过来的 学习基本技能只用了一个月便出事了 这么俗称也是卑鄙无奈 因为萨玛特的爸爸得了肺癌,命不就应 他考虑到间谍工作已经深入到了巴基斯坦的军方 不能松懈半可 于是决定让萨玛特顶上完成未进事业 至于继承方式 就是让萨玛特嫁给巴基斯坦准将的小儿子 伊克巴尔洋装跨国联姻 实则暗中获取情报 萨玛特原本有所犹豫 但经过老爸一晚上的爱国主义教育 他决定剖弃学业和朋友 心甘强样地继承父辈的事业 于是我们女主角从女大学生摇身一片 变成了准女间谍 当然事先他需要经过最基本的技能准备训练 包括但不限于射击 琴拿 摩斯密码 安装骑铃设备 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好在萨玛特有个间谍丰富的导师 卡利德 他亲自传授给他应对各种险境的方法 加上萨玛特性格里带着一股倔劲 很快他就把这次任务需要的各种技能一一解锁 随后他就按照计划 披上加一 成了敌人的信念 这种美人系的套路 最常见的情节就是女主不幸遇到了超级炸的婆家 遭受折磨的同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偷取情报 但本片却出人意料 萨玛特不仅在出家当天 受到了准将一家温馨又热烈的欢迎 而且他的丈夫伊克巴尔还是个帅气又贴心的暖男 对于这段包办婚姻 他强调必须先走心再走身 眼看新家没把自己这个印度媳妇当外人 萨玛特也放下心来 索索展开自己的间谍工作 他先是悄悄把密码的发射线路 引到自己房间的浴室 并向上级汇报自己已经顺利就位 然后暗中配了准将办公室的钥匙 趁着夜深一静装好窃听设备 白天只要有军人来家里跟准将开会 萨玛特就躲在浴室里偷听 一旦得到重要消息 他便第一时间去市场找街头人 通过特殊联络向路汇报给上级 而为了演示自己的这些机密行为 萨玛特平时就以详会的人设诗人 在准将面前 他是孝顺的好儿媳 深得准将喜欢 在丈夫面前 他是听话董事的好老婆 整天被捧在手心里 虽然家里的老管家 总是提防着这个外人 但好在萨玛特并没有露出任何八角 他部下的切听设备 也没被任何人发现 然而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 萨玛特却得知了噩耗 父亲因病去世了 学上加装的是 巴特斯坦军方会议 忽然改变了地址 在另一个中将家举行 这就意味着 萨玛特的切听计划也被迫中断 在萨玛特感觉自己孤立无助的时候 他的暖男丈夫 伊克巴尔骑士上线 他连送礼物 带说情话 一下俘获了萨玛特的上女心 一通走心交流之后 这对包办婚姻的小夫妻 终于有了肌肤之亲 随后 伊克巴尔的体贴 给了萨玛特重整旗鼓的信息 为了继续完成鉴定人物 他改进了强动计划 他发现 最近军校的孩子们正准备庆典活动 其中就有那个中将的孙子 于是 萨玛特自高奋影去教孩子们唱歌 并点名让唱歌不太好的中将孙子加入进来 表示自己可以登门辅导 看出来了吧 萨玛特还是在利用自己亲和认设 只不过这次 他把活动范围延伸到了中将的家里 变成了人畜无害的音乐老师 表面上是在教孩子唱歌 但暗中早已定准了军方正在研究的那份机密文件 随后 萨玛特再通过摩斯密码 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上报 当然 这个行动计划也不是天衣无缝 这天 就在萨玛特发摩斯密码的时候 刚出门的准将突然返回 他来不及把发射器藏起来就去迎接 结果被老管家人赃并获打了个正招 老管家抢走发射器的零件 拔腿就跑 萨玛特只好出门追赶 他想到之前导师卡利德说的 万一暴露身份一定要斩草出份 于是 萨玛特在针杆的途中 偷了一辆军车 直接撞死了老管家 这一通惊险刺激过后 萨玛特一直紧绷的神经彻底崩溃 回来直接躲起来大哭 老管家那晚没有当场避命 而是被人送去了医院 临中前拼命想对伊克巴尔的大哥说 凶手就是萨玛特 大哥觉得老管家死的实在气象 于是 开始顺头摸瓜寻找真相 又是把那个发射器零件送去检验 又是仔细回想老管家的遗验 几乎下一秒就要怀疑到萨玛特头上的节奏 眼看着即将暴露身份 萨玛特不得不再次灭口 乔装打完后 用毒药干掉老大哥 散尖藏着的毒药被注入了大哥体内 而这次杀人过后 萨玛特内心的挣扎更加剧烈 想到准将和丈夫在丧礼上的难过深情 他只能在夜里偷偷痛哭崩溃 然而萨玛特充满纠结的灭口计划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巴基斯坦军方之后 还是发现了印度间谍的猪丝马迹 随即展开抓捕 跟萨玛特接头的几个间谍都被逮捕了 这就意味着萨玛特也即将面临危险 于是他迅速把之前安装的窃听设备打包 栽赃给已经咽弃的老管家 然后连击上几计划离开巴基斯坦 但这个撤退计划却被一个意外打断 萨玛特在栽赃的时候 一不留值把脚链上的珠子留在了现场 何死不死被他的丈夫伊克巴尔发现了 这个真相让伊克巴尔各种扎心 本以为自己遇见了心爱的没人 结果却中了没人气 但此刻萨玛特也别无选择 即便他对伊克巴尔有感情 最终还是选择牺牲小我 立刻撤退 然而 让萨玛特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牺牲了小我 却没有得到国家的保护 他在逃跑途中 被丈夫堵住 躲在暗住的间谍导师 卡丽德发现情况不妙 直接下黑手 当场炸死了脸 忙活了半天的女主角 就这么被自己人干掉了 并没有 因为被炸死的女人并不是萨玛特 原来萨玛特逃离途中 跟打掩护的特工互换了 爆炸发生时 他就在现场周围 亲眼目睹着导师 下令干掉自己 这个真相也让萨玛特不能接受 随后他找到导师当面指望 间谍的活我干了 人我也杀了 为什么还要伤心无辜 甚至杀我灭口 没想到换来的就是更加残酷 无情的亏当 战争中除了战争 别的都不重要 最终 万念聚会的萨玛特撤出了间谍团队 回到故乡 几个月后 怀有身孕的他面无表情地坐在电视面前 观看着印度取得战争胜利的新闻 今天分享的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脆弱的观众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留言 你想看电影 集团先生无定时给大家带来 最近最有趣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关注